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塑料 是一个合成的材质 非常非常的轻 非常非常的薄 非常非常的薄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一点就是它有21颗螺丝 而且你在换机油的时候 是一定要拆下这21颗螺丝 不好意思你的工资费也是包含在21颗螺丝里面 开个玩笑 我只能说 这个护板拆起来非常麻烦 如果换机油的话 我相信这样它的工资费 一定会不便宜 我们往后看 它是一个全矿式的副车架 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 这一个边 中间 这是一个边 这是一个边 双层冲压的结构 前面是一个钢管 然后边上跟上边都是一个双层的结构 这块没有什么毛病 前面其实是一个双叉臂的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避震筒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 所以说这辆车的操控 感觉其实还是可以的 如果说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所以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继续向后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同样是用了和我们之间拆过 A4L PVC变速箱的下底壳 但是人家真的没有一点漏油的迹象 这辆车我们一共开了6000公里 没有一点漏油的迹象 这个不开玩笑 真的是要比德系车要好得多 不漏油的德系车就不是好的德系车 开个玩笑 我们继续向后排气孔 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三元碎化 有非常多的铝制的护板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铝合金的这么一个装置 这个我相信它是两个作用 第一它是一个变速箱的一个连接架 同时它还对车身的两侧进行一个拉低 因为它是一个全铝的车身 铝的它相对而言会软一些 相对而言会软一些 如果说是钢制的话会好一些 我们继续向后看 非常好的下护板 然后中间同样还有一个横向的拉杆 也是无论说是你保护排气管也好 还是一个左右的一个车身的拉紧也好 都是有这种相应的作用 油箱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还是用这种有下护板的保护 虽然说它有点薄 但是两次的油箱还真是非常完整的保护在里面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底盘有相应的喷涂 所以说这块还是会减掉分数的 传动轴在中央在排气管的上方隐藏的非常好 总比我们之前拆过的那一辆什么什么车的传动轴在靠下要强得多 这点如果不知道的小伙伴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工程号 里面有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它的插头器 在这块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我们之前拆过的一辆车叫灌道 灌道有一个也不是叫毛病啊 就是所谓的隐患啊 是它的后面的传动轴 它的焦套离排气管过近 那这样子呢 我同样看到了这种迹象 僵僵僵僵僵是一个两个手指头的这么一个距离 那换句话说 这个会不会同样有那种不停的热跟冷 对你的这块香蕉有过快的损壕呢 我们让时间啊去证明 我相信啊 如果有一个隔热层一定会更好一些 OK 我们继续向后看 后面的车架依然同样是一个钢式结构啊 前面呢也是一个钢式结构 同样是双层冲压 双层冲压的结构也是一个全框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上面有一个梁 到这块同样有一个梁 然后两侧呢 连接的它的后悬挂 大家可以看到白晃晃的铝合金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中空的结构 而且它是一个三连杆 它并不是四连杆或者是五连杆 它的后悬挂的结构相对啊真的 可以说相对如今的这种悬挂的设计 看起来就要落后很多 当然我们的确没有去探讨这辆XF 它的后悬挂 从之前到现在这几台产品里面有没有一个大的变化 那我只能够从我的眼睛看到它的后悬挂结构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 这也就是说在我开的过程中 它整体的这种感觉依然给你不是那种非常运动啊 当然具体的还是那句话去看我们的视频就好了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四层相识的一个感觉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胎面 如果这个设施支起来呢 如果说放下去后呢你的轮胎呢会更扁一些 我看到这个贝耐力啊 标配贝耐力非常棒啊 OK 你会更扁一些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距离 其实离地间隙 就是这个的间隙并没有那么多 虽然说啊我相信这个车绝大部分一定是在城市的这种非常非常平坦的道路上去驾驶的 这种悬挂结构呢也会对后面呢 会有一个更好的所谓舒适感 因为它摆壁是这样版 这样版呢会让后面会更好一些啊 但是我在我们之前拆的那辆奥迪A4的时候呢 也基本上是有这种的结构啊 类似这种结构 但是人家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无论是导流也好还是防护也好 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在这里面 而这辆车就在这里 而且是一个绿的结构 铝当然说啊一定是有优势 优势是轻 那缺点呢就是非常容易损坏啊 如果说有一块石头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砖 你开过去以后前面没有事 那撞到这里的时候 你引以为豪的厚铝合金悬挂就会坟淡 那如果说呢 这辆车你是这个车的用户的话 看见石头记住一定要从中间过 千万不要从两边过 因为这块真的很可能会受伤 终于到了我们最后为这辆捷豹的XFL底盘评分的一个环节啊 那满分是40分 那这辆车的最后得分啊 其实大家如果看了这个我们上面的视频啊一定会 心里面大概会有一个谱啊 没错33分啊真的是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了 但是说所谓的减分项呢其实还是非常少的 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结构是一个全铝的 而且底盘也好啊都真的都没有什么一个过多的问题啊 当然呢我们之后呢还会对它的内饰的材质以及四门里面的结构呢 去进一个更深度的探讨啊 看看这辆车能不能够拿到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最高的分数 那好这就是这一期的代表车 那我就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名块 记住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那我只能说粗略用手去计算一下 看到这里依然是有一道竖着的加强金 但是跟前面不同的是什么呀 前面防撞凉的位置是比较偏低的 可以说是真的是 再次看看这种制作来的 再次看就可以了 再次看这个情况下 请不要戴什么呢 好看 OStara OK 我看你很高充 我看你很高充 一肯诚 可不然 П人家 我看你 我们ję 是什么